七七荡刚过去 最能打的不是爱情片 反而是孤注一掷这样一部反诈电影 这部孤注一掷票房已经突破30亿了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真的是长红 生命力很强 你们服气吗 第一个问题 孤注一掷票房有多能打 大家都知道 孤注一掷可是近年来少有的爆款力作 这部电影由深奥指导 张艺兴 金晨 王传军 目前孤注一掷票房突破30亿 成为中国影史第19部30亿票房影片 很多人之前都觉得 孤注一掷之前已经上映很久了 但是没想到他的生命力如此持久 张艺兴演技得到市场大众认可 张艺兴已经是由七千万观众检验过演技的人了 值得欣喜一番 第二个问题 周冬宇 刘浩然的燃东能爆吗 本来周冬宇和刘浩然老师连妹主演的燃东 是七夕荡最被看好的电影 该片讲述了三个异乡人 在一个冬天里的心跳邂逅故事 不过很可惜 这部电影刚上映还没有口碑发酵 其实七夕荡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荡期 也不是一定要看爱情片 毕竟这个荡期不是节假日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所以大家没必要过于看重七夕荡 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的 有些是爆发力很强的电影 有的是细水长流的电影 大家祝福每一部国产片吧